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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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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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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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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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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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满洲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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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少数 新年 这都是公民 三个问题 康熊 第一 一分之一 康熊 一分之二 叫做蒙古 他又继承了汉族人 深邃 谋略 儒家文化的这个传统 儒家的农耕文化 蒙古的草原文化 满洲的森林文化 三种文化 优秀的东西 康熙应当说 把他继承了 康熙六十一年的帝王生养 做的事情太多了 清圣祖师录三百卷 就讲他这个事情 我们就讲他三条吧 美国人跟我说 哈佛大学的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他说我认为你们康熙主要三条 我觉得他讲得挺好 第一 奠定中华版图 元朝版图很大 不到一百年就亡了 明朝版图很大 明朝中期以后 衰弱 就控制不了 所以 诺尔哈士黄太基起兵之后 把整个咱们东北地区 领土 就接管了 从贝加尔湖 往东 就万仙岭 再往东 就黑龙江入海口 再往东 就快倒 东面是大海 南到长城 西到核桃 就现在 霍浩特 还望西一点核桃 黄河核桃 多大面积啊 诸位 多大面积 光大西安陵一东 到大海 北到外乡 南到长城 面积 我算了一下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就是森林文化的面积 满洲森林外面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到康熙的时候 把克尔克蒙古 就现在外蒙古 又解决了 乾隆的时候 把天山一北的蒙古问题 也解决了 到雍正乾隆的时候 这样草原文化 东齐大千里 西 到葱里 西北到巴尔卡尔湖 东北到贝加尔湖 南到长城 这是康熙的时候 强盛这么大的面积 大约 草原文化 蒙古草原文化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我们在座的各个民族都有 大概汉族人居多 汉族多大面积 我们今天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中原地区 农耕文化 核心面积多大 我算了一下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多一点 你看那江苏十万平方公里 浙江 大概十二万 多一点 安徽也不大 十多万平方公里 河南河北 山西 陕西 山东 江苏 浙江 等等加一块 就核心地区 太平洋不算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我算了三个三百万 我刚写了一篇论文 在今年一月十五号 辽宁大学学报发表 题目叫 孙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我就讲了这个事情 再往南绕 台湾统一了 海南 诸道统一了 再往西南 把西藏问题解决了 雍正 天龙的时候 把新疆也解决了 我们在 清朝 强盛时候的领土 半读 北到外西藏领 南到哪儿 诸位 南到 增母暗杀 我们在座的 做父母的 做爷爷奶奶的 做外公外婆的 一定告诉后代 我们中国领土南 到增母暗杀 我原来学地理 说真的概念很模糊 反正我们到增母暗杀 增母暗杀什么个意思 增母暗杀 我去马来西亚 进行交流 完了以后 主管说 严教授 请你玩玩 参观 参观什么 有个堵城 马来西亚有个堵城 哎呀 大陆来人都去看 我说我不看 你看什么 我说我看 马六甲 马六甲 海峡马六甲 是个城 那有郑和庙 郑和下西洋 郑和庙 为什么要看这儿呢 这个地方就是在赤道底下 就差一点就到赤道 而增母暗杀就在这个旁边 就增母暗杀接近赤道 后来我又到新加坡 做学术交流 挖里方演讲 让您演讲 我们特别高兴啊 我们陪你去玩 我说上哪儿啊 上圣涛沙 新加坡的一个 新建的一个 一个 一个城 说那个堵城啊 最现代化 比美国的堵城还现代化 大陆来的到新加坡 一定看 我说我不看 那你看什么 我看 我看马六甲 他们又陪我看马六甲 马六甲 我一而在这儿三个看 去年我很有幸 我到了三沙市 就是东沙西沙 中沙 这三个岛 建了一个地基市 叫三沙市 我从海口坐飞机 一个小时 到这三小时 我才看到了南海 我说我还有个梦 要看一根 曾马一达 当地主机首帮我 圆圆这个梦 本来想圆圆这个梦 因为现在南海 比较紧张 现在去不方便了 清朝 强盛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我们国家地图 往南海 画到增脉上 大家注意啊 我们中国地图 过去横着画了 南海呢 底下那种小方块 标出来 现在我们改了 我们中国地图 是竖着画了 一直把画到增脉上 往南 多大面积啊 清朝强盛的时候 我们的国土 大约一千四百万 平方公里 我们今天是九百六 但是后来丢了一些了 丢了说丢了的 对不对 前两天我在北京 有个活动 他们请了什么 张尊秀 过去收大门 那个 请了郑风荣 挑高那个冠军 都说他是冠军 还请了那个 桥什么 那个花冰 那个 你不能说啊 你现在无事了 张尊秀 八十多了 走路都 都比较费事 你不是说你 你这老头子 当年他就有这个辉广 我说这个版图 我们今天也继承了 我们青年很可爱啊 我这个高校的同学 思想特别我回 我有一次就讲到 这个版图 讲完一个青年 人家说我不同意 他不同意 我说青年说 我认为 我们今天的版图 中华人民国版图 是人民解放军 打下来的 我说你好可爱啊 我问你 人民解放军 版图从天上打下来 从哪儿打下来 从国民党反动办 手里打下来 我说好 国民党那个 元老元首 孙中山先生 他那版图哪来的 从青少打下来 这就是这样吗 这历史有个延续 不能隔断历史 就是清朝 强盛的时候 奠定了我们 中华的版图 尽管后来又丢了一些 有人就说啊 说明朝继续存在的话 我们还强了 不行了 你明朝 你沙海关都 关外你都守不住了 你新疆守得住吗 你蒙古守得住吗 你明朝276年蒙古 你始终没解决 所以清朝 清举如关 当然有负面作用 融合我们中华文化 中原农耕文化 西北草原文化 东北森林文化 等等融合 形成了大的中华文化 第二 就是民族 稳定 第一是奠定版图 第二是民族稳定 我们今天56个民族 清少没有做民族认定 人家都在这块图居上生活 西藏问题解决了吗 西藏解决了 侧风达赖 侧风班长 解决了 我去年很有幸 我去拉萨 我爬到布达拉宫 最高处 108米 达赖了一个一个坐项 对面 一个牌位 烧香供牌 大清皇帝万万岁 就承认了 西藏承认清朝 他清上一部分 从康熙开始 在西藏驻军 原来没有 明朝没有 原朝也没有 一直延续下来了 金奔扒平 秋千这个制度 乾隆定的嘛 西藏和平检放 我在北京上学 派了一个将军 叫江经五中将 到西藏 算司令 后来说 根据中华人民国宪法 那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国宪法 还没制定 为什么中华政府派军队 驻西藏 你根据什么 西方也七雷八舍 我们有根据 我们历史上 历代 就在西藏驻军 康熙驻 雍正驻 乾隆驻 一直到光绪还驻 民国驻 所以我们今天也驻 他都没的话说了 现在这个班禅 转世的时候 不然还抽签吧 是吧 灵动转世 根据什么呢 乾隆规定的 金本不怕 平常制度 抽签 太重要了 将来达赖 还是抽签 行 说明主权问题 西藏问题解决了 注意啊 西藏基本上没闹事 有亲 一代 没说我要分家了 要读了没有 一直没闹 比较稳定 蒙古 内蒙古 别说八旗了 不要说 外蒙古 康熙把他解决了 外蒙古啊 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啊 天呐 法莱西 55万平方公里啊 我刚才讲的法国啊 路易十四啊 他们55万平方公里啊 我挂一个外蒙古 就是 等于三个法莱西 康熙怎么解决呢 特别巧妙 外蒙古三个汉 三个布 都是称其三后一 两个布之间不合 其中一个布 被另一个布的首领给杀了 就要闹腾 要打仗 康熙没有支持一波 我支持这波打进那波没有 康熙很聪明啊 把三个部的首领 都请到哪呢 请到多了诺尔 现在内蒙古多了 会盟 一块开会 吃饭 喝酒 就找那个杀人的 杀了人家那个首领 说你看你们都是成其三后一啊 都是本家子啊 你把人杀了你合适吗 是差点 那写个认罪书 你写个检讨吧 我们今天晚上要检讨 当时叫认罪书 才写个检讨 检讨各部传阅 不开会 各部传阅 我找了被杀的那个部 那个首领的弟弟 他哥哥给杀了 说你哥哥死了 这没有头了 你做这个部的汉 这首领 他弟子高兴了 是不是 他哥不死了 他做不了了 说你看人家认罪书也检讨了 是吧 又让你做着汉 你还有意见吗 他当时就没意见了 赏赐 给钱 喝酒 吃饭 还没完 你还得有武力啊 折服啊 八旗开了军队去了 检议 军队检议 那八旗的军队检议 肯定得比蒙古那个 临时吹罗号召集的 当时积聚严肃了 比武 康熙亲自骑了马呀 骑射 就一边骑了马一边射 隔好多目标 射了十剑 九剑 射了九重 那蒙古那王爷呀 他不打仗了 好长时间呢 吃了又胖 骑了马 蹲了蹲了也骑不动 一射 根本就根本不中把呀 服务了 对这个大清皇帝服务了 康熙皇帝跟他们谈话 一律用盟语跟他们谈话 他奶奶蒙古也当会了 从康熙多龙会盟开始 看尔卡蒙古 就正式归入清朝 任命啊 管理啊 驻军啊 这一系列制度 法律啊 所以杭基很高兴 他讲了一句话 西七星土石之功 修筑长城 我朝十二于卡尔卡 卡尔卡去外蒙古 给他加上恩典 使之方背朔方 守长城 叫长城更为坚固 原来明朝修长城 是方蒙古的 现在我清朝不修长城了 用蒙古做地狱 杀俄其略的长城 多大变化 从秦始皇 修相城一来到冲真 两千多年没有化解的匈奴和蒙古问题 康熙解决了 从此蒙古就没战争了 一百五十多年完全是个平静的生活 社会发觉 人民安定 我讲一个故事 1992年 海峡两岸第一次开通交流 我作为社会科学界的第一批人 就到了台湾 这个学术研讨会呢 开幕式在原山大饭店 毕牧师也在原山大饭店 开四天 毕牧师那个酒会上主席举起杯 说大家都举酒杯 为外蒙古代表道会 干杯 他就干了 干杯外蒙古代表就来了 我怎么回事 因为我去外蒙古 我知道他们经济比较困难 我去的时候 他一个证教的时候 人币四百块钱一个月 外蒙古啊 我去的时候 我说我要转一转 我搭一个出租车 大奔 出租车大奔 花一个美元随便转 一个美元现在不才人币六块钱 随便转 他们经济比我们当差一个 在开玩笑 他说我呀 拿着护照 外蒙古护照到了香港 办入台的那个 那个 手续 台湾驻香港那个机构呢 这是不行 所以你这护照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这台湾的地图上 外蒙古是中国的 护照不行 那怎么办 外蒙 这个台湾有个蒙藏委员会 大家注意 清朝有个礼藩院 就处理民族事务 那民国民族时候怎么办 改名 不能用礼藏院了 叫蒙藏委员会 新中国又不能用 民国的名字 用什么 叫做民族事务 要一样 基本上一样 只能一样 既然外蒙古算中国的领土 那就到蒙藏委员会处理吧 蒙藏委员不行 说你外蒙古家 联合国了 我不能办 所以他在香港 耗着了 没吃没喝 谁给吃谁给喝 在香港 这球就到李登辉那儿 李登辉咱们另说 就说这件事情 他搞台读那些令说 李登辉说 做个案处理 那他进来 这样他就进来 耽误了四天 做闭幕会 那九位让他来了 后来我就 台湾的科学教授 我去带一个学期 在那儿讲课 算学分 我给学生 我说你们把你们地图拿来 我看看 我一看 外蒙古就画在中国的版图里 这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了 我们也牵着外交 很多我们不说 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康熙时候奠定这个版图 外蒙古归清朝 一直影响到今天 新疆 新疆乾隆的时候解决了 到光绪的时候注意 新疆感情形省啊 新疆省 那边西藏 那边台湾 这么多的民族 在清朝 回祖曾经有过两次 这个事情 基本上没有大的民族骚乱 比较稳定 所以清朝管理边疆 民族宗教的历史经验 和教训 值得我们今天 认真研究 我公开说 我说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败 证明苏外解体了 美国的民族 那些理论政策 今天在中国不能照搬 因为历史不同 文化不同 那么怎么办 重要一条 就是认真研究 历朝 特别清朝 管理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 好的 我们继承 教训 我们 排除 二 三文化 我26号夜里头 12点刚从美国回来 我又看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过去看过 这次又特意看了 我就联想到啊 世界几个大的文明古国 古埃及文明 很了不起啊 它成立了这个 公元前几千年 但是啊 古埃及文明中断了 古老的文字 古老的语言 现在都没有了 是吧 埃及啊 英语啊 阿拉伯语啊 不说它古老的 古印度 也了不起 但是古印度的文明装断了 古印度语 古印度文字 都断了 现在印度 国语是这个英语啊 古巴比伦 文字和语言也断了 它在讲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那么墨西哥内在了 这个 玛雅文明 他也断了 他现在是 西班牙等等 或者是 或者西班牙语 或者不说牙语 有的说英语 他的文明也断了 全世界 所有古老 大的古老文明古国 历史文化 一直传承的 五千年的 只有我们中国 其他没有 奥平一边看 一边讨论 哎呦 他们 古老文明 很了不起啊 我说有一条 五千年 文明没中断 语言文字 没中断 他们谁比不了 只有中国 白讲探 我讲到这的时候 当天下午就接到美国打来电话 在演讲上 你一定要 多讲这个点 我说了一个钟头 我说 我说 我不好说 我有事 我说你忙啊 电话费 我贵 没事 我们电话费 没几个钱 后来又从美国到北京 找我 又说这事 我们又在国外啊 又感觉 中国这个文化的传承 可贵 我们中华语言文字 有可能中断啊 元朝那时候有可能啊 但元朝时间短 不到一百年 清朝这时候也有可能啊 清朝康熙61点 下令 所有学校学满语满位 科学考试 一律用满位 你考不考 不考你别做官 考才能做官 一代不考拒绝 两代不考 黄东西就不参加 明实的修 但他儿子还参加了 他让他儿子参加 不行三代三代 不行四代 四代不行五代 那我们今天 昨天端午节祭祀去园 那我们还能知道 黎骚和天雾吗 我们还能看懂 李白杜甫诗吗 都不可能 我去台湾 我十次去台湾 有两次一次半年 一个学期 那么台湾的老人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汉语说不太好 日语说特别六色 日本占据台湾是五十年 整整五十年 日本在台湾的学校 一律说日语 在学校不许说韩语 回家也要求说日语 在家说汉语可以举报 举报完了他就 他也采取措施 他是同志五十年 翻一翻同志一百年 可不可以都不说日语 我们汉语就忘了 同志二百年 那更忘了 同志二百六十八年 那汉语根本都不会 几代人就都不会 我们在座是黑龙江省 图书馆 那么多的古籍 我们中国古籍 全世界是第一丰富的 我们根本看不懂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康熙带头 背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等 带头看资质中建 我看着记载他 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都有批注的 全唐师他主编 他最后裁判 那时候悬 那时候不悬 人怎么办 他自己还写诗 写了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 我去所高校 一个同学 我有问题 你说我看写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 我认为 他认为 那是写水平目高 跟李白比 差点 我说你站起来 我请问你哪个戏的 我中文戏的 请问几年级 也是研究生二年 研二 我还请问你写了几首诗 他脸一下就红了 我一手没写 我你一首诗没写 你批评人家 写一千多首诗 你还 说长说短呢 我说我告诉你 康熙的母语是满语 后宫他说满语 他用汉语作诗 他把满语翻译成汉语 再怎么对仗啊 怎么凭证啊 我说容易吗 一千多少诗 我说我这天天吃饱饭 就念书人 就写了一首诗 还不好啊 给传播扔了 扔了指头里头 我说我写一首诗没写好 我知道写诗难 我说你年轻人啊 你不能这么轻狂 我看了西北你看了没有 都没看 我你又没看 是不是 你就说写了好不好 不容易啊 千龙写了一万四千多首诗 还有人批评啊 有的诗是代笔 他好多的首长讲话都代笔啊 对不对 说比尔帮他润色 他总有自己写的嘛 千龙每天至少写一首诗 一般的一天写两首三首诗 每天都写 他都有日子的 就说这种精神啊 每天写这么两三首诗 这个精神可贵 当然他的诗的水平 你跟李白都符那没办法 李白一千年不就一个吗 中国 唐一来 这个 秦一来 两千年不就出一个李白 对不对 而且专业诗 文化 我就举这三个方面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 社会经济这时候有发展 社会的治安 我说一下 社会治安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犯罪率高低 社会治安越好 犯罪率越低 杀人的那数 社会治安越好 杀人越少 相对相同情况下 康熙的时候 全国十八个省啊 人口大约一万万 一亿人 一年杀多少人啊 一年 我看康熙 起居住的记得 他是清朝杀人 是先会总 会总到中央 三法词 就是刑部 相当于法院 督察院 大体相当于检查 还有一个大理寺 专管平反 专从反面提问题 你检查了那个证据不足 他可以搏 法院判的轻重 他可以搏 别人不能搏 搏你替坏人说话 他的职权就是搏 三个方面都欠字 共同意见一致了 才报到皇帝那 点 秋决秋天点 斩首 或者脚 出死刑吧 康熙的时候 最少一年十几个人 一个省不到一个人 由此我在一个省 给这个省的 省一级领导 讲文想讲 我就随随地举设计 完了才省的政法委书记 就请我吃饭 杨老师这康熙 这国家怎么管理的 一年杀个十来个人 设不设那是要杀的 是吧 又要严认 我说你这省杀多人 我也不问你 问你你不告诉我 肯定我不告诉你 反正比这数多 这反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 康熙南巡 走到山东那 史书记在十万人 沿着运河两岸家道 这数我想夸张了 夸大了 还有一部是 官员组织的 但是说明 社会治安的问题 沿着运河 康熙船一面开 后面一面跟着往前走 走了十多里地 还不算 后来还是撒 你要社会治安不好 你干嘛 还不把你那 黄船给你截了 截圣城岗给你截了 十万人 你不带了几千个军队吗 你知道吗 也反应个社会治安情况 所以清朝要严 他怎么化解 这些社会矛盾 怎么来治理这社会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概否定 封建东西都不好 也不一定 有不好的有好的 所以优秀历史文化专门 我们来研究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盛清的历史地位 所以我研究来研究去 辽金 北宋 南宋 西夏 袁明清 一共九十个皇帝 就历史攻击 就在位时间的长短 来说 我说康熙千年一地 我们中国 在位四十年以上的皇帝 只有六个人 只有六个人 汉武帝 但是汉武帝 后期 他发生乱了 唐玄宗 过了四十年 他发生安史之乱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乾隆 过六十年 乾隆后来有王伦之变 也乱了 家庆 过四十年了 家庆后差点 把他自己都给了一次 是不是 万历四十八年 家庆四十五年 万历四十八年 撒胡大战 也不安定 中国 秦始皇帝 下的皇帝 在位四十年以上 只有六个人 四十年 没有战争 中原地区和平的 只有康熙 从康熙 平定 吴三桂 康熙二十年 到康熙六十一年 四十一年 中原地区没打仗 一场战争没有 这在我们秦始皇以来 两千多年历史上 第一次 唯一的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中原地区没打仗 边界不算 中朝 中印 中越边境不算 中原地区没打仗 我们到今年 六十多年了 从四九年算 六十五年了 可贵 如果再有四十年 不打仗 就一百年的时间 那我们的国家 一定是这些 没问题 那一乱就都另说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盛清地位 我再补一句 康熙这个时候 中国的版图 世界最大 军队最强的 八旗兵 经济 当时来说 最繁荣的 有资本主 还没有完全兴起 文化 比较 时间太短了 十三年 千龙呢 千龙后期就 西方就兴起了 康熙很幸运了 后面资本主 那个高潮啊 法国 美国 英国 这个兴起 在他之后 前面那个兴起 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那个兴起 在他之前 他在西方事件 两次大国崛起 那个浪潮 他在中间 都没赶上 正好给他一个机遇 往前发展 这叫天时 康熙既得天时 又得地利 又比较妥善 处理这些关系 加上自己的勤奋 出现这么一个 抗袭盛事 那么最后结局呢 就是文化的差异 路易十四后来 法国 到路易十六 法国大革命 后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俄国后来 经过农农之改革 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为什么没走上 中国康熙是做的交流啊 耶稣会是书 法国的到了北京 法国一些耶稣会是 张成等等 做康熙的老师 教数学物理化学 天文学地理学 西医学西药学 人体解剖学 他对西方相当了解 中国大量的书籍 也通过耶稣会是 传到西方 买文等的 这都传到 这个时候是非常好 一个文化的交流 这个时候 西方兴起了 华风 中华的华 风气的风 家里摆着中国瓷器 为荣越 摆着中国的家具 为荣越 有个中国式的庭园 为荣越 那么后来 为什么道路不同 有人说 康熙 您再往前走一步 像彼得大地那样 中国不是说 避免了半知民的 百分之年 社会吗 中国肯定是个大国 我说 康熙 有森林文化 跨越到 农耕文化 了不起了 你再要求 就再跨越一步 到工业文化 工业文明 你就被这要求 不切实际了 原因很多 过去我们老讲 落后爱打呀 中国落后最爱的 会讲是封建专制 所以落后 俄国他也封建专制 彼得大地是专制 路易十四专制 十五专制 路易十六也专制 为什么他们走向了 现在国业化 中国 沿着农耕文化 途径走下来 这几年我做了点思考 跟在座的一块讨论 我们哈尔滨的一些 在座的先生女士 都有很高的文化素 前一段时间 南方一个城市 他搞一个 圆明园 那个兽手啊 猴头啊 搞一个陈列 让我讲 那个圆明园的历史悲剧 他意思就要讲 英文青少腐败 肺癌打还落后 我这个老生常谈 别人都说辣了 说了多少年了 台湾也说 大陆也说 都怎么说 有没有新的思考 我就做一点新的思考 这一个角度啊 不是全面的 我就说我们中国啊 从有加古文以来 五种经济文化类型 第一 农耕文化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第二 西北草原文化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第三 东北森林文化 包括我们东三城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第四 高原文化 青藏高原 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云贵高原 五十万平方公里 加一块 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 四 五 海洋文化 我们说 中国这五种文化 汉族 农耕文化 占领过中原王桥统帝 蒙古也有 建立过元朝 森林文化 建立过清朝 建立过金 高原文化 没有建立过中央政权 土拨呀什么 它是局部的 海洋文化呢 连局部政权也没有 我就 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汉族 农耕文化 缺乏 海洋文化 基因 西北草原文化 缺乏 海洋文化 基因 所以 忽必烈的时候 率领军队 打日本 十万军队 坐船打日本 快要上岸的时候 来一场大风 全军覆没 十万人 过一段 这个忽必烈 我刚才说忽必烈 忽必烈第二次 又派十万军队打日本 坐船 又一场风 历史学家可以总结各种各样 其中我想一个就是忽必烈 草原文化 没有海洋文化的基因 他不懂啊 要有季风啊 根据季风来考虑 安排啊 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 在海边长大 我知道农民出海 就要先要看天 看风 看季节 这是海洋文化的基因 草原文化没有 第三 森林文化 诺尔哈齿 黄菜籍 甚至康永谦 天家道 同黄学 摔尔黄的 统统 都没有海洋文化的基因 高原文化有吗 当然也没有了 有人说明朝再发展一下 就发展资本 我看未必 永乐旗下西洋 派政客旗下西洋 不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 一个是为了找建文帝 是跑海外去 一个为了宣阅皇威 一个为了用中国一些瓷器 交换海外一些奢侈品 香料啊 象牙等等 来供贵族享受 不是从贸易 海洋文化角度出发 所以明朝 也实行封海政策 近海 清朝也实行 近海政策 红海 寸板不许下海 清朝所有皇帝 都没有海洋文化基因 民国有没有 我觉得民国也没有 民国没有建 强大的海津 一直影响到 后来 我们上天很发达 我们陆军还是很 我们海军相当薄弱 我去三十二 他们着急啊 那官兵真着急啊 那边菲律宾也跟着嚷嚷 越南也嚷嚷 等等都跟着七嘴八舌 他们跟我说 我们有一艘航空母舰 那里一放 完全另外一个局面 没有啊 我们都六十五年了 新中国生命 到现在一艘还没建出来 当正在建 买了一艘 买了一艘 什么西方就七嘴八舌 说我们 对不对 我们有个人 报纸发文章 很有意思 说我们是买的呀 修修达的 我们是旧的呀 不行的呀 我们是为训练用的呀 要我说 旧理智器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三万万人民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 有一万多公里的海溅 我应该有自己航空母舰 一艘不够 两艘不够 三艘不够 四艘不够 至少五艘 以上 我们不侵略 我们为了保卫我们国家 理直气壮啊 你美国有吗 英国有吗 法国有吗 印度有吗 泰国都有啊 我中国怎么可以没有啊 还有你七嘴八舌吗 正面回答他 我们就是这个 农耕梦化 缺乏海洋梦化技 造鱼雷 很好爱 就在海岸手啊 为了防 我航空母舰有防御 我不侵略 我不侵略你美国 我防守啊 防御啊 南海我横上 三条航空母舰 三艘航空母舰 完全另外一个局面 你光总结专制 也不行 你光总结落后 我觉得也不行 你泰国 他也不算先进啊 不算第一国家 他有航空母舰 大家看啊 鸦片战争 从哪打上来的 从海上打来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哪打 还海上打来的 家务战争哪打来的 还是海上打来的 我们吃了海洋文化 短板的历史之亏 最近习近平主席重视的是 强大海军 我们已经过了65年了 我们十年二十年以前 舰航空母舰 现在南海局面 完全另外一个情况 我常说呀 康熙的时候 你菲律宾说吗 你越南说吗 你朝鲜说吗 没有人说呀 你为什么现在 你说都是你的呢 康熙的人怎么不说 越南的时候 千龙的时候 你也不说 最近我看了一个展览 这是一个提词 就是穷国无保障 这是对的 富国才安全 有道理 但是还有一条 富强才安全 你光富不强也不行 我富我不强也不行 你中国不能说不富了 我现在国民经济总产量 超过日本世界第二 但你强怎么样 特别海军 我个人觉得 下个一千年 人类竟 一个天上 一个海上 主要不在陆地上 我们航天 这些年取得很大成就 相对来说 航海我们比 比旧中国 比清朝 比民国都强大 但跟世界海军强过比 跟日本 跟美国 跟英国 跟他们比 跟我们世界第二的 国民经济 实战总人 第二的地位 还是有差距 我说呀 道光皇帝 鸦片战争 失败了 没吸取教训 都是林德许不好 是吧 你给我惹的话 啥呗 无路不齐 第二次鸦片战争 又失败 还没吸取教训 都你肃顺不好 肃顺呢 你不好 杀了 把肃顺杀了 家务战争失败了 还没吸取教训 让他坑两个 六君子给你杀了 就一直没有研究 海洋文化端本的记忆 道光皇帝失败之后 哎呦 我们海军不行 从道光时候 认真发展海洋事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 可能避免 先锋的时候 你在研究 哎呦 我们海上不行 海上打来了 发展海军 你还不完 思习那时候 发展了一点 你还修圆明园 对不对 修义和园 也没有认真发展海军 民国说海军也不行 现在我们海军 跟过去比强大 但是我们面对的 是日本 是美国 是印度 这么来比 我们海军 够不够 我不能在自己家里 跟老板 小木头 船比 当然是 所以我研究 今天的康熙 跟路易十四比较 我自己心里有点启发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 特别清代 海洋文化是一个短板 为了未来的一千年 你强大 中国的富强 就是一定要把海洋文化 这个短板布上 才在世界 政治舞台上 我们才有一定的发言权 你想想 菲律宾都敢跟你携带吧 是不是 你有理 你根本没理 没理的瞎缠 康熙那会儿 有地图 都画上来了 你菲律宾并没说 那事 所以 今天我就说 康熙跟路易比 路易十四他们发展海军 他们海上比较强大 彼得大帝 诸位 上来他就站了 到了波罗地海 他搞了出海口 黑海又搞出海口 这别大地 黑龙江又搞出海口 你看看 他都有出海口 他说 中国皇帝在北京 离了爱徽太远了 离了亚克萨太远了 黑河离北京 大约两千公里 爱徽啊 爱徽里莫斯科 大约八千公里 但是他眼睛盯着 他盯着黑龙江的出海口 他们就说 这彼得大帝啊 有国土意识 有海洋意识 他非要找出海口不可 他果然在远东 找出海口了 海随外 弗拉迪沃斯科 多好一个海港 他找了 我们仅仅有个 昏中和那个出海口 后来又丢了 土明江的出海口 又丢了 亚洲江出海口 早上也不是我们的 我们整个这大片 没出海口啊 就反映清昌皇帝 一个很大的一个 失误 一个历史的弱点 就缺乏海洋意识 有骑射意识有 骑射意识有 草原意识有 马蒙联盟 缺乏海洋意识 我觉得研究历史经验 研究彼得大帝 和路易十四类 跟康熙比较经验 就是我们在海洋文化这方面 吸取着教训 在这方面 更加努力做着发展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